那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要知道怎么办 我会那么烦吗 如果我们这样的公司 跟瑞姬能旗鼓相当 那也能拼一拼 是不是 可是现在呢 以前多好啊 以前咱们在老家 开个小餐馆多好呀 你非要来这打拼 你看现在 开个小餐馆 敢能干什么呢 吃不饱饿不死 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 没办法 我只有自己去 不管以后 你要干吗 你这个做爸的不管 我这个当妈的 眼看着我儿子的仰行 倒闭吗 我自己有门路 你去找谁呀 现在除了天霸总会 谁惹得起瑞姬呀 真是 难道你要去找天霸总会 好 我不去 那你想办法 想不出来就给我闭嘴 会长 张继红金莲求见 请 是 天霸 我以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见我 你就别挖苦我了吧 坐吧 我知道你红金莲 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就是有解决不了的事 才想得来劳烦你 要帮什么忙 说来听听 我知道天霸总会送货 可是这路线 你是想让我们天霸总会 帮你送货 哼 你真瞧得起我们 哼 你真瞧得起我们 也不是的 是您误会了 哼 那是什么意思 哼 这 怎么 跌不出理由了吧 是因为我们张继洋行 最近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锐记 好多个运货公司 都不帮我们出货 哼 我们最后的期限 就在后天呢 如果不出这笔货 我们会赔上很大的一笔钱呢 哼 我懂了 所以你就来找我了 哼 哼 哼 这个忙我帮 但是我要一半的利润 什么 一半 你也太狠了吧 三成利润加十五年的利息 我要这一半也不算过分 哼 我以为 你让我们儿子死了以后 你就再也不会见我 嗯 没想到你今天主动找上门来 让我帮忙 那就说明 你一直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这是避而不见 哼 哎哟 天爸 你就念念我们过去的情分吗 帮我一个忙啊 我要是真的有办法 也不会厚着脸皮来找你啊 是不是 你说我们还有情分吗 三成 我就让你三成 算了 我不做这笔生意 好 我们成就 后天晚上 你把货送到龙号码头 谢谢你天爸 哎 不用谢我 你帮我这么个大忙 怎么能不谢你 哎 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吗 我会送上一份大礼给你 真让我感动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怎么能忘了呢 毕竟我们在一起过 有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嘿嘿嘿 那倒也是 不过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生意上的朋友 妈 怎么样了 有你妈出马 你还担心什么呢 哎呀 有我妈出马就是不一样 哎 妈 你找了谁啊 天爸总会 什么 天爸总会 是啊 这天爸总会的会长 是你妈多年前的老朋友 对了 过几天她生日 我们给她准备一份大礼 您去好好谢谢人家 妈 我我为什么要去谢她 您是个正经的生意人 怎么会去见黑帮老大呢 你就当她是妈的好朋友不就结了吗 这 这 别这啊那的 关系永远不嫌多 你看到红爷 他过去也是横跨黑白两道的老大 我们现在要是没有天爸总会的成妖 很快就会玩完的 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 明天记得去五号码头装货 知不知道 嗯 我出去一下 哎 妈 你去哪儿 我当然是去找洪若云了 我要问问她 为什么老是针对我们张继洋行 顺便还得提醒她 她那些小把戏 怎么可能斗得垮我们 我也去 妈去就行了 你别忘了去提货啊 天爸总会 小姐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是张继的红金莲 我要见你们的红小姐 请进 大小姐 红金莲真的来了 而且她很坚持 一定要见你 那就请她进来吧 是 真没想到 来得够快的 小姐 这个红金莲 可真不是个简单人物啊 她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我知道她的厉害 不过 我不会让她好过的 你要多加小心 这个红金莲 可是个心狠手拉的女人 她的狠心 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 不过已经不是当年的张若云了 我绝对不会让她占到便宜的 好 请进 坤叔 去泡两杯上等的碧罗春送过来 好 没想到洪小姐知道我爱喝碧罗春啊 这几支笔才能百仗百胜吗 不知道张夫人今天找上门来 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 这话您还问得出口啊 我问你 我们张继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瑞继了 为什么你们要处处打压我们呢 打压 怎么讲啊 你别在那边装无辜 一推三不支的 要不是你们瑞继刻意打压 这德开公司早就和我们签约了 还有 那些货运公司 现在不出我们的货 你敢保证不是你们瑞继在后面搞鬼 我认为 如果你们张继开出的条件比我们瑞继好的话 那德开公司 是一定会和你们张继合作的 你少在那边废话 不要以为你们瑞继钱多就可以压死人 你有你的办法 我也有我的门路 洪金莲 我时间不多的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请说重点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请离开吧 好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 如果你不留条后路给我们张继 我一定会让你们瑞继死得很难看的 留条路 不行 别打开 沈沈 沈沈 洪金莲 请问你什么时候给别人留过一条路走呢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做我的事 自己心里清楚 洪若云啊洪若云 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付我们张继的 你还会让我给你留条后路 走吗 惊喜 这是吴翠萍的释放证 吴翠萍 走吧 十五年了 我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 十五年的等待 我终于重新获得自由 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的消息 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总算有机会 见到孩子们了 宋局长 这我可是按着你的意思准备的 你可别把我们天霸总会当成一个挖不尽的金矿啊 你的生意可比金矿好多了 你以为我们天霸总会是个软世子 那倒不敢哪 你我都是各驱所需 合作愉快的 好 那往后 还请局长对我们天霸总会多多关照 好好好 一定一定 头儿 这都等半天了 怎么人还没有出现 会不会线报有问题 再等等 好 来来来 该活了 快点 快点 走 豆子快点 买一株还等着消息呢 快 快点 好 来 好 快点 头儿 来人了 怎么办 行动 警察 都别动 别动 警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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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动 怎么了 你不是天马总会的人 当然不是 我是张继阳行的总经理 张扬 我来卸货 你们警察来干什么 把箱子打开 我欢迎你协助天马总会运毒 你没事吧 开什么玩笑 我会做这种事吗 我说把箱子打开 打开 头儿 好 警官 可以装货了吧 对不起 是我们搞错了 嗯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是我们搞错了 哦 搞错了 没关系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跟你们这帮人计计 滚一边去 别妨碍老子工作 你再说一遍 收队 头儿 我说收队 是 上 走 走 放这儿吧 哎呀 别这么走来走去的 孩子现在又回不来 哎呀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 你不累我看着都累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儿子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你一点都不担心 这接候的时间不是你安排的吗 啊 难道你怕天霸总会的人 背后捣鬼啊 不可能 许天霸答应人家的事情 绝对不会反悔的 哼 你那么相信他呀 哎 他可是道上的老大 说话不算话怎么带人呢 哎 情况怎么样啊 妈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 许天霸过生日 你别指望我去送礼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送货 根本就是在耍我们 我没送出去 怎么可能 有你儿子在 可你觉得吗 刚装货的时候 差点没被吓死 才打开货舱 你帮警察围上来 还以为我给天霸总会孕毒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警察应该是 事先知道了点什么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有埋伏呢 好啊 许天霸居然敢耍我 你要干吗去啊 我去找他 我要他给我个交代 他是不跟你交代呢 我就跟他没完没了 你凭什么跟人家没完没了啊 他是谁呀 他是天霸总会的老大 你有什么能耐跟他对抗呀 那 你就看着我吃门亏吗 你还能怎么样呢 会长 会长 会长饶命啊会长 会长 会长饶命啊 会长饶命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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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背叛我们天霸总会 这就是他的下场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住手 在这个时间段 不要再出人命了 否则宋局长会很难堪的 是 爸 这种人放出去后患无穷 对付一个人 不一定要杀死他 小子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的母亲还健在 而且你们家就住在 不要 会长 我知道错了 会长 我真的知道错了 会长 好 你只要老实听话 出去以后不要多嘴 你母亲不会有事的 听清楚没有 明白 我明白 会长 废他一条腿 让他滚蛋 会长 会长 饶命啊 会长 会长 饶命啊 会长 会长 饶命啊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再出现同样的事情 那就必死无疑 听到没有 听到 我 瑞瑞 子安哥 怎么 还没睡吗 我还怕你睡了呢 刚从朋友的应酬回来 有件事情急着告诉你 是有我妈的消息了吗 她关在哪儿 情况怎么样 你先别急 慢慢跟你说 我朋友打听到 伯母 就关在这儿的女子监狱 什么 原来 原来这十五年来 我跟我妈之间的距离 竟然这么近 却又那么远 好了 如鱼 这回你应该开心了吧 赵哥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 明天就去 好 明天我们一起去 啊 嗯 子昂哥 一会儿就要见到我妈了 你说 她会不会认不出我来啊 你看看我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很糟啊 怎么会认不出你来呢 你看起来 很好 你那个朋友 他的消息到底会不会有错呢 如鱼 别紧张 我一直陪着你呢 好 我们走吧 红小姐 李队长 我希望你能跟我回警局一趟 我有事跟你谈谈 对不起 今天我有事 没空跟你回局里面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就在这儿说吧 那我只能以阻挠警方办案 故意误导的理由逮捕你 李队长 你不觉得你盯错目标了吗 就算你不敢去碰 天霸总会的人 我们锐济阳行 也绝不是软柿子 是吗 那他让徐坤带假情报给我 说昨天天霸总会有交易 结果来的人 是张济阳行的人 利用警方打击同行 这招确实不错 你不觉得这么做 太过火了吗 或者说你也有份 这跟子昂哥 没有什么关系 我让坤叔带给你的情报 是真的 我们锐济想要打压同行的话 用不着警方 我相信如果你们警方 一旦拿到线报的话 一定会去查证的吧 看样子是已经查证过了 如果哪里出错的话 就一定是你们警方有内鬼 你现在找上我 是想找个替罪羊呢 还是不敢承认你们警方有内鬼 红小姐 红小姐果然是商场上的人物 伶牙俐齿的 我说的全是事实 至于信不信 那是你的事了 如果你还想用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 拘捕我的话 麻烦你拿出证据 李队长 我一直以为 你会跟前任队长不一样 没想到 不过是大同小异 尽管说风凉话吧 我会让你们看到我们警方的决心 好 那就拭目以待吧 我还有事 失陪了 没理由啊 如果情报是真的 天霸总会怎么会改变交易时间呢 难道我们局里真的有问题 你小点声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快告诉我 上头没为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和天霸总会的关系不减 什么 你的意思是 哎 头儿 哎 头儿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问问他为什么 你问了有什么用啊 他不会承认的 就算他认了 你能办他吗 难道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无所谓 所以说我们局里 永远办不了大案子 来 来 来 先斩后奏怎么样 他有他的张良技 我有我的过墙梯 这个不成 万一上头怪罪下来 怕了 有什么事我扛着 我就不信为警局立了功 他还会怪我 不是怪你 就算给你穿小鞋 你也受不了啊 无所谓 大不了我把事情抖出来 看谁吃不了兜着走 头儿 你这么固执 咱们嫂子以后可有的瘦了 哼 嫂子 大字还没一品 哪来什么嫂子 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没看到你约会呢 做我们这行的 哎 福祸难料生死难测 哪个女的还爱我们呢 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看真正的原因 是给你画画的女孩吧 你的青梅中马 画画的真好哎 希望你能当个好警察 谢谢你 不管怎么样 我会永远把你放在我心里的 麻烦你看一下 这个吴翠萍前几天已经出狱了 什么 出狱了 那他去哪儿了 对不起 已经释放了犯人 我们是不会过问他们出狱后的行踪的 啊 为什么每一次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结果总让我失望 我们知道伯母出狱了 这就说明伯母平安无事 是 可是 我妈已经被关了十五年了 你说她能去哪儿 难道她回家了吗 有可能 对啊 回家 她有可能 会回到老家去等我对吗 葬哥 要不你陪我去趟老家好吗 好 谢谢你啊 谢谢啊 不客气 走 好 少爷 您看一下 这是会长生日设宴的名单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的 该请的人都请了吗 嗯 生日宴会上多派点人手 我不希望有人闹事啊 明白 这种小事包在我身上 都包在你身上我才不放心哪 我告诉你 贴身保护义父的人一定要经过筛选 知道吗 知道 给 收拾一下 一会儿我们收账去 啊 少爷 收账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了 少爷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啊 你们这些人啊 下手没个轻重 我怕你们闹事儿 懂吗 嗯 对 还是少爷想的周的 快去吧 那我马上去办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往哪儿跑 还想跑啊 啊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老子也能把你找回来 哎呦 求求你们行行好 我真是没有钱的 我绝对不是想要来账 我只要一有钱肯定还上 肯定还上 我求求你 你求求 是是 我们保证 只要我们有钱 我马上会还给你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没钱是吧 好 今儿我见不着钱 我就要见点血 好 够打 别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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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够了 少爷 你今天晚上我还会再来收场 千万不要跑 不然腿给你们挡断 明白吗 少爷 会长吩咐过了 这笔账一定要收到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没办法交开 闭上这嘴 对 我说了算 少爷 少爷 算你们走运啊 今天晚上都把钱给我准备好了 好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那少爷发话吗 走 你没事吧 走 来 小王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替干爹挑个礼物啊 好 走 走 伯父啊 除了收下这些钱 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算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绝对不会卖女儿的 您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什么叫卖女儿啊 我是真心想帮您 如果您真想把这件事说成是卖女儿 我也不介意 但是除了这个办法 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 我 我可以卖玉器 您就别开玩笑了 您那些玉器值几个钱啊 够塞牙缝儿吗 伯父 我跟您说多少遍了 让玉林跟着我吧 我会好好对她的 住嘴 滚 滚 滚 我给你钱 纯属是给玉林面子 爸 玉林 你来做什么 我的梦中情人 我来看你啊 顺便跟你爸谈生意 谈生意 像你这种人 有什么生意可谈的 玉林 我谈的生意可都是跟你有关的 玉林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 你还是去外面照顾铺子 爸 你紧张什么呀 是不是张扬威胁你 我哪敢威胁你爸爸呀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我不准你欺负我爸 走 你别推我呀 你快活 出去 别推我呀 玉林 我总可以 但你记住了 早晚有一天 你是我张扬的女人 你 你 你别做梦了 走 玉林 走啊 玉林 你别推我呀 出去 玉林 你别装这么情高好不好 我真想帮你爸的 你走啊 出去 玉林 你陪我吃顿饭 我一高兴就可以给你爸钱了 你走 对不对 玉林 我求求你了 放手 放手 玉林 来嘛 放开 玉林 你小子什么东西啊 他管本少爷的事 滚 你让我滚 我 大哥 大哥我错了 大哥 你给我等着 啪 有事儿吗 谢谢 我是这个店里的人 先生 您是要买玉吗 买花我就不到你这儿来了 能便宜吗 当然能啊 你是要送人还是自己用 我想买一匹玉马送人 有吗 过两天正好来一匹新玉 里面有一匹马 你可以过来看看 过两天 嗯 行 我知道了 等等 我等你哦 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休死人了 爸 这是那天拍的照片 您看一下 好 太好了 有了这些证据 我就不怕那个姓宋的给我狮子大开口 很好 二爷 不是 摸在那儿 对 能得到 看来我妈并没有回来过 想起以前一家人合了开心的时候 这那就像一场梦 不管你们在哪里 不管有多苦 我一定会找到你们 一定 爸 对不起 我没有找到妈 她并没有回家 也没有去过叔叔的老家 十五年了 十五年前 她曾在那儿承诺过 不会离开我 可是 可是命运却把我们分开 隐形全无 爸 请你在天之灵保佑我 保佑我赶紧找到妈和伟家 爸 伯父 我叫洪子昂 是若云的干戈 现在 若云在我们洪家生活得很好 您就放心吧 请您放心 妈她没有回家 你说 她会去哪儿呢 不许 她也在四处找你呢 她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 怎么找我 找伟强啊 好在 现在妈还算有点音讯 可是伟强呢 十五年了 她到底在哪儿啊 别担心 老体爷会保佑她的 啊 是 还有 是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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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如愚和伟强 可是我回老家问过 没人见到他们的 还是有证 当雨水滴起你的眼里 那是我思念的眼泪 当风而吹过你的发迹 那是我牵挂的牵挂的梦雨 回忆被转起 你淋着雨 淋湿了寻梦的足迹 你淋湿了寻梦 你的思绪 你告诉你 你到底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